隨著新冠病毒疾病病例增加 紐約衛生官員報告說住院兒童增加 同時白光星期日承諾迅速解決美國大流行病試驗短缺 紐約州衛生部星期五發表聲明稱 兒童和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相關入院率呈現上升趨勢 紐約州衛生部說在紐約市該部發現 從12月5日過一個禮拜到這個星期18歲及以下兒童的 新冠病毒入院人數增加了4倍 該部門補充說大約一半的住院患者年齡小於5歲 這是一個並未有資格接種疫苗的年齡組別 約翰佛普金斯大學的數據顯示 新冠病毒疾病在美國的數量正在上升 在過去7日中平均每日有將近19萬宗的新感染病例 新的奧密克庸變體的道理 再加上通常包括旅行和家庭團聚的節日慶祝活動 已經在美國引起了新冠測試的熱潮 但在很多地方很難獲得到測試 美國大流行病的頂級顧問安多尼佛契星期日承認 新冠病毒測試問題並誓言下個月 將會向美國人提供更多的測試 佛契對ABC新聞說問題之一就是 在我們到了一月份前 這項服務不會完全提供給所有人 現在仍然存在一些問題 大眾在接受測試時遇到困難 但我們正在解決測試問題 他補充說並表示應該很快予以糾正 而且享受一個禮拜的餐廳 或是一個禮拜的餐廳 或是一個禮拜的餐廳